没几天大家都知道她不好接触 不好女色 然后传的传的 就传成了寒山好男色 然后就有胆大的豪身 试探性的给送男人 她恼羞成怒 直接把这些男人扔出了府 以后谁再给她送人 直接弄死 在见过寒山跟着牧连进出以后 又传出 寒山之所以不要那些男人女人 是因为她有恋母情节 喜欢牧连 听到这个传言 方存生直接不干了 专门出去 谁议论寒山和牧连有一腿的 她就把人家打一顿 并且宣告她才是牧连的男人 这她这么一闹 韩府里的人不好惹 洛王府世子妃的娘 找了一个莽夫的消息就传开了 徐萍问牧连不管管方存生 就让她这么惹是生非的吗 管什么管 我的男人就是要这么霸气的 先是她的主权 告诉所有人 她是我的男人才对 这几天 冯家人也一直关注寒山的消息 冯老爷还每天 去把最新消息说给冯美人听 冯美人从最开始 有女人接近寒山 吃醋生气 到后来寒山拒绝女人的开心 再到有人给寒山送男人的震惊 最后说寒山和牧连有一腿的愤怒 听到方存生到处揍人的好笑 这几天冯美人的心情是跌宕起伏的